蜡子炒鸡丁 大家好 我是天元 今天要分享我家的蜡子炒鸡丁 我需要两个鸡大腿肉 你可以用鸡小腿 先把中间的骨头去掉 去骨后的鸡肉大概有220个左右 切成长条 再切成小丁 建议切得均匀切得小粒一些 北美的鸡肉通常有一些腥味 我今天要处理一下它 先准备这样的米酒 其他的米酒也行 烧开大约1000毫升左右的滚水 把鸡粒倒进去 马上倒进60毫升的米酒 也就是1分之1 cup 稍微搅动一下 马上倒出来 这样就可以去掉很多的腥味 先要沥干 用厨房纸擦一擦 放在碗里 腌它 取半个的鸡蛋 不要太多的蛋液 注意这个调味料 腌料不要让它变得太湿 我只放盐 白胡椒粉 还有一些酱油 先把它搅匀 让它入味一下 再放两种粉来裹 一个是面粉 面粉我放了一大匙 然后两大匙的生粉 你可以用素粉 淋粉 反正其他的淀粉都行 这个比例呢 把它搅一搅 鸡肉一般都会裹满了粉 但是呢 又不会太湿 这样的状态就对了 如果不对 你可以再加一点粉来调整 准备配料 葱姜蒜肯定是要有的 我准备了姜末 蒜末 把葱白和葱叶子分开 还有半个灯笼酱 可以选色彩鲜艳的 搭配起来比较好看 所有的比例都会写在说明栏底下 准备这个干辣椒 这个干辣椒要把它剪成段 会比较好看 如果你怕太辣的话 可以不要中间那个纸 这个量大概半杯左右 花椒最好选这个大红袍的 会比较香 2-3汤匙左右 另外还要先准备一下这个酱料 所有的比例都会写在说明栏中 好 现在可以炒了 要把炒锅一定要先烧热 再把油放进去 这个油量稍微多一点点 覆盖了锅底这个部分 然后把刚才裹好的鸡丁放进去 开始的时候先别动它 看到这样子油开始冒泡的时候 稍微拨一拨 如果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不会粘连了 那我们就开始翻炒它 边炒边把颗粒分开 记得这个时候的火力要保持中等偏高的火 鸡肉不要用太小的火炒 这个时候如果太小火它会出水的 我们要让外皮它迅速的酥脆起来 不停的翻炒 一会呢它的颜色慢慢的会变深 变成这样子金黄 如果你希望它更酥一些 你可以多炒一会时间 那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先把这个鸡肉取出来 留下底油 炒好的鸡丁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先把锅里的火关掉 放进干辣椒和花椒 利用余热稍微炒一下 然后再开最小的火 我们现在是要炒那个麻辣香 炒出又香又麻又辣的这个味道 又没有苦味 一定是要用小火 当你看到它颜色慢慢变暗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香味飘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了 把它推到一边 把我们刚才的姜末蒜末葱白都放进去 同样用小火炒香 之后再把灯笼椒放进去 这个灯笼椒既可以增加色彩 又可以改善一下口感丰富层次 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鸡丁放回去 记得这个时候可以保持中等偏高的火 炒匀以后把刚才准备好的酱料倒进去 鸡丁会迅速吸收这个酱料的味道 麻辣鲜香的味道全部出来了 最后撒一下葱叶子 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我今天油用的比较多 那实际上这道菜呢 它的麻辣鲜香是要通过油来传递的 但最后实际上吃到嘴里的油味不一定会太多 主要是在盘底有一些油 但这道菜它必须这样子才会好吃 好吧 大家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